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关心一只乡 今日分享必言录 必言录是原物客情禅师所续 但是因为原物客情禅师 他把所有的最流行的公案 做一个收集 典评当时非常的流行 传到大帝子大会禅师 大会中稿禅师 他觉得大家已经流于不断的研究 而失去了公案的争议 所以他把原物客情禅师 他的师父所流传的这些公案的氛围 后来才又重刻 所以在这个序就有谈这件事情 序文当中的第三篇序 他就讲到 这必言吉者 原物客情大师之所续也 其大帝子大会禅师 乃焚气起数 世间种种法 皆既既既既执着 世子所归静莫如佛 有有时而骂之 盖有我而无比 有我而不由比也 舍己寻物 必至于失己 所以他在谈 这个大家对于必言路 到底他是帮助呢 还是障碍呢 其实所有的一切法呢 皆既执着 凡事呢 这个拿一把刀 这个刀呢 好好用 其实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 但是如果不善用呢 也有可能是杀人 活命刀还是杀人刀 那就是看你是用什么心在做 所以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教法呢 大众都是来学 但是你如果产生了我执法执呢 那到最后啊 舍己寻物 就是追逐了这一切的境啊 不管他是好的境 还是坏的境啊 到最后呢 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真心啊 所以这里在谈的就是 我们这一部论 要好好的看 怎么看呢 要懂它 要善用它 福心与道一 道与万物一 充满太虚 何事而非道 所以一切万法都是道啊 哪里不是道呢 地常人观之能见 其所见 而不见 其所不见 求知于人 而人欲知 如东波日欲之说 往复推测 越远越失 自无夫子提到 犹豫无言 而况事 佛事 为出世间法 而可文字 言语而求之哉 就在谈说 智道啊 真的是一切万法 皆是道 但是如果你 对于不懂的人 要谈 那就像是 苏东波曾经 讲过一个 虾子要看太阳 他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太阳 没看过太阳 大家告诉他 太阳是圆的 他就说盘子也是太阳 大家说太阳是亮的 他说镜子也是太阳 结果到最后 他就搞不清楚 什么是太阳 事实上 如果你要去推测 这个万物之法 这些道的法 其实连孔老夫子都说 无言无说 更何况 佛家的出世间法 更是必须要离开文字语言 才能体会啊 否则我们就会落入文字语言之下 所以他简单的来谈到 智道的这个体会方法 避言录就是要用这种心态 来读才能够读得懂 虽然亦有不可废者 智者少而予者多 以学者少为学者多 大藏经五千余卷 以余卷敬畏未来是社 可可以忘年 世家老子便当毕可 所以有这个文字呢 就是执着 所以有的人说 不要诵经 不要读经 也不要听经 这个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就像大会中稿 把他的师父避言录烧掉 其实烧掉呢 他在开释的过程 他也是常常使用公案 只是告诉大众呢 我们不能够 完全的变成一种执着 就拿着这本公案集 在那个地方 研究来也就去 但是虽然如此 虽然亦有不可废者 也不可以偏废 必须领悟的 像佛陀的事 这个灵山会上 碾花 微笑 这个碾花的是佛 微笑的只有一人 叫做迦瑟 那其他人呢 不知道在念什么 也听不懂 看不懂 因为没有言说 很难理解 所以智者少 而愚者多 以学者少 未学者多 懂的人 不用再多 你要留下一些资料 就像佛陀 把经典附送出来 佛陀的教法 懂的人 就懂了嘛 那不懂的呢 读到 所以这里谈到 大藏经 五千余觉 竟为未来试摄 大藏经 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 非常多的内容 其实就是为未来 就未来啊 我还没来的人 乃至于现在 就是佛陀那时候的未来 他哪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经文开示 但是呢 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的因缘 还没有来得及跟上 当时自己有障碍 没有得听文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佛陀 教 那我们读了这个经 够可以妄言 那 世家劳子 便当闭口 何至如是道道 所以如果呢 妄言 什么样妄言呢 我们就废弃这些经典 不要再读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世家母尼佛就不用说了嘛 他就一开始就不说了 无言无说到底了 何必要讲四十九年的 单上十二部经呢 何必变成唠叨了 叨叨不停啊 所以表示呢 这个留下来的经教 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天下之理固有 不难寻常 不离寻常之中 而超乎出于寻常之表 天下的一些 真实的道理 生活就是 吃饭呢 穿一吃饭 当然也是 不离寻常 出坡 吃饭 行住 坐卧 衣食住行 这个其实是日常 有很多人来学法呢 他一下子啊 就像了嘛 那里的 就像了 崩盎 想作者 没说 是 你 就像这一样 这个 我 我 就像了 很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不理寻常 但是超出于寻常 超出于寻常之表 是不是 如果一个开悟的人来煮饭 煮出来的饭不一样 饭饭囊囊的人煮饭 就是煮的家常便饭 开悟的人煮饭 他在煮饭当中他就开悟 所以其实不是煮饭的问题 也不是扫地的问题 真正的武林高手 他扫地也是一个样子 他说法也是一个样子 他待人接物 他就是不得了 超出于寻常之表 表面上看起来跟一般人没差 但是你的在寒的就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在法会 表面上看起来 所有的道场都是法会 但是在拜灿的人里面 有的人是用开悟的心在拜灿 有的人是在用烦恼的心在拜灿 那这个会有一样吗 看起来都是同样的动作 但是一个是超出于寻常之表 那你是哪一个呢 虽若意志而食为意志者 听起来禅宗公案很简单 就是对话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表面上的字是简单的 但是事实上你真的懂吗 所以有时候说喝茶 有时候告诉你就是如是 有时候又给你一棒 有时候又无言无说 那你到底懂或不懂呢 虽若意志而食为意志者 不求之于人而则终生不可得 虽然说我自己看 自己体悟 那当然看起来还是有不同的深度 所以你如果不去听法 或者是听听别人的见解 也许你一辈子都懂不到那一边 为什么 因为不懂的你就看不到 就像这个瞎子要看太阳 当然他自己看最好 可是他瞎了 他想要看 总是摸着一种边 慢慢拼凑 从形状 从光亮 从他的特质 慢慢的 也会接近太阳 所以求之于人也没有什么不对 也没有什么丢脸 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要不然 终生不可得 那不是更辛苦了吗 古者明世之人 非千人之鹰 则万人之劫也 太厄之剑 天下之利剑也 登山则路虎报 入水则船交龙 认知知之之 尽于是已 是不是 他说古时候 这个明世之人 就是真正的明人 真正的大师 他如果不是千人当中的阴洁 就是万人当中的阴洁 是不是 如果不是天人之上 就是万人之上 那犹如这个世界上 这个天下最厉害的这个利剑 叫太阿之剑 他如果拿来登山 就可以斩杀虎豹 入水则传脚龙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太阿之剑 然古人有善用之者 成城而战 顺风而挥之 三军为之大败 流水者乎千里 是其可以异己 之所能而尽夷之灾 他说如果你善用 你就不是拿来砍角龙 或者是拿来砍虎豹 你善用它 拿来征服天下 是不是 三军为之大败 流血者乎千里 顺风而挥之 你要善用 善用了之后 它的功能是不得了 让你得天下 是其可以异己之所能而尽夷之灾 所以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碧岩路的用法也是这样 会用的人呢 他请教于千古之奇才 这个达慧终稿禅师 他认为有碧 所以要把它烧掉 事实上原物克勤禅师 他真的是不适之英才 他来谈这个公案 的确是会让更多的人受益 就犹如太阿之箭 这个指的是公案本身就如太阿之箭 你读了 当然你有你自己的懂 但是如果善用的 那是可以完全是打败天下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看到大会中稿焚书 你就开始嗤之以鼻 这个师父一定不行 所以这个序就在讲说 其实他是太阿之箭 你要善用他而不要怀疑他 至无文有事书求之圣志 就开始来讲 这个写续的自己的心得了 他说我听说呢 有这么一本书啊 被大会中稿烧掉了 我就一直很想看 到底是什么书 会让这个大会产师呢 做了这么极端的 这个离经叛道的行为呢 所以他很想知道 求之圣志啊 于中张氏使更科目 来谋语语 没想到呢 真的有人就想说 要来重科 好 虽赞而成之 且未提起手 所以太好了 太好了 竟然呢 真的有人要重科他 所以我非常非常赞同 好 那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因缘 这是续第三篇 大德九年岁已四三月即日 欲成修 修去世 辽成周迟 输于前堂 官桥玉社 在前堂 这个官桥玉社 就是自己啊 就留了一个记录 就是我为他来写旭啊 那这个写旭呢 同时也提 碧岩路的这个提名 那当时大家呢 就在谈这件事情 到底大会终搞禅师 那为什么要 把碧岩路给烧掉呢 其实也是有 留弊才会做这么极端的状态 因为大家 有了碧岩路之后呢 就一直研究它 大家研究来研究去 就照着这个碧岩路在 练 练什么 练心啊 但是练心呢 练到最后呢 就变成了在执着这个公案 花时间在那边争辩 研究来研究去 我们接下来要看碧岩路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那甚至于呢 有时候还刻意的 去讲出我跟别人 古人有不同见解 我就落入了一种真值而已 口头禅 那你这个口头禅呢 花了很多时间 变成一种浪费 浪费了你的心呢 就根本就攀缘出去了 所以大会中稿呢 就发现 开始呢 风气败坏 所以把这个书给烧掉 但是呢 当然 这个原物克勤禅师 他所写的这个碧岩路 就有他一定的不同的一种体会 这种体会呢 是的确是犹如这个太阿之鉴 你善用它是真的发挥奇效 所以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就开始决定要重刻 这个还是呢 还好有人愿意把它重刻 否则就没了 我们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 但是最终呢 还是要回到你用什么心来体悟万物之法 你如果能够体会得了在日常生活中呢 依然还是过着清净自在开悟的生活 如果你不能体悟啊 那有时候呢 还真的落入俗套 那落入可救 不如不要看 以上呢 是这个第三篇序 那我们就知道真的是老婆心切 这个古德啊 实在是很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学法 但是又不要呢 当务在这个文字语言上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歇 歇及菩提